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 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 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国家 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邓小平想了想 随后提出了一个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的 重大设想 他说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 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 而是小康之家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 原文是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 邓小平用小康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语 描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引发了亿万人民的共鸣 接着邓小平对小康之家做了进一步解释 到本世纪末 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 从西方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着这样的疑问 1983年2月 他专程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州 杭州和上海市场 他一路走一路看 一路不停地算账 1984年 日本首相钟曾根康宏访问中国 邓小平信心满满地对他说 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 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 能不能实现 会不会落空 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 从这五年看起来 这个目标不会落空 是的 这个目标不但没有落空 而且远远超出了预期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 1981年增长5.2% 1982年增长9.1% 1983年增长10.9% 此时 在邓小平的头脑里 跨世纪的发展战略正在酝酿